在我的水彩创作与教学的生涯中 我总是会不断地提醒我的学生们 当然也提醒我自己 要画品味 不要画风格 我们不需要刻意地去寻找风格 因为当你努力去追寻更好品味的 这段的艰辛的过程中 你的作品就会逐渐发展出个人的特色 发光发热 大家好 我是水彩画家简中威 目前担任中华亚太水彩协会的荣誉顾问 同时也是美国水彩画协会AWS的署名会员 与DF荣誉海豚会士 近年来我的水彩画 接连获得许多国际水彩奖项的荣誉 作品获得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术馆的典藏 期间也陆续登上了欧美各大著名的水彩与绘画专业艺术的 杂志刊物的专访报导 2001年我创立了简中威画士 这20多年以来 无论是在个人创作或是在教学的推广上 我不断地精进自己水彩画的专业创作能力 与教学的理论见解 2015年开始 我陆续受邀到北美、欧洲、亚洲等20多个城市 举办了水彩工作坊 获得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彩爱好者 对简中威水彩画创作与教学的肯定与支持 这次我从技法上相对单纯与简洁的方向中 选出了四件经典的画作 把当时在课堂上的示范过程中 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笔触 经过重新的编辑整理后 完整地将它们保留下来 同时我也补充了很多当下的心境跟构思 把我的绘画观念、水彩技法 从头到尾不间断地 亲自为每一部影片录制了详尽的解说 希望透过这个线上课程的方式 让每一位喜爱简中威水彩艺术的朋友们 都能够永久收藏了这些课程 随时随地地学习 掌握整体观看的原则 画深入不画清楚 画丰富不画细节 用数秒的态度去思考水彩技法 才能够在虚实之间顺利取舍 简洁色块是水彩画的避学基础 适当地运用含灰跟暖灰 加上少量的重叠色块 让这张相间小路的小画显得清新透亮 威尼斯船夫在技法上 以大笔渲染为主 细节重叠为辅 水色光影如真似幻 是当年在Facebook上面 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们 广为分享的作品 对于强烈吸引观众 眼睛的灯光夜景题材 就看我如何巧妙地运用 两阶段的留白胶 教大家轻松地刷出 入夜后的星光咖啡座 那么最后的主题 我们来画这张 少就是多的远眺圆山 以半抽象的渲染法 大面积的简化与省略 让这张画面错落有致 反而不乱 这堂线上课程 完整收录了 我这些年在水彩艺术上面 累积的技巧跟心法 你能从影片中 非常详细直观地看到 包含了调色 水分控制 运笔的角度与速度等等 听到我当下 对每一个阶段的详细解说 无论你是水彩初学者 业余爱好者 甚至是水彩老师 这堂课都非常适合 各种程度的话友来学习 会让你心动的话 就会有你欠缺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无法从自己 已经理解的拥有的东西 去找到让你变得更好 更强大 更吸引人的心动条件 正因为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学习 从中找到自己欠缺的东西 让自己成长 希望你会喜欢这堂课 和简老师一起看示范学水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